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咖啡会造成骨质疏鬆 营养师破解迷思 报道 人讲什么 吃咖啡会那个骨质疏鬆 我咖啡也是一天至少两杯 有少三杯 咖啡还好 大家真的不用过度地担心 因为100毫克的咖啡因 大概只会造成 鈣質流失6毫克 一天需要攝取1000 所以相比下來很微量 可以不用去擔心 那我今天至少再喝兩杯 就不用怕嘛 對不對 你喝到兩杯的咖啡 你喝太多了 大家好 我是雅芳 歡迎收看 樂活So much 聰明生活最easy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什麼樣聰明資訊呢 就是要救救大家的 鼓松還有肌少症 我們趕快來看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統計 真的是嚇了很多人一大跳 台灣人的鼓松盛行率 竟然是亞洲的第一名 而50歲以上 每三個人就有兩個人 是被列為骨折高風險的 還有肌少症的比例 更是高出了亞洲其他國家幾倍 你知道嗎 八倍 所以我們真的要趕快 來存我們的骨本 因為骨頭好 你的肌力才可以訓練起來 所以今天請教到專家好朋友 趕快來幫我們從日常生活中 怎麼樣存好這個行動力 好 歡迎營養師 Donna 歡迎Donna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我們的武功高強的班傑 歡迎班傑 各位好 我是中夫班傑 講到這個股松還有這個肌少症 有人說已經是國民的健康危機 但Donna是不是這應該不完全是老年人的專利了吧 是不是 沒錯 現在骨質疏充症其實越來越年輕化 那世界衛生組織其實已經把骨質疏充症列為 是全球第二大的流行疾病 其實它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它的致死率僅次於癌症 所以是值得大家去重視的一個議題 我們圖表上面有顯示 就是在骨質密度高峰期的話 大概是會在一個人的一生當中是20到35歲 那35歲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曲線就開始走下坡了 也就是你的骨質密度開始會逐年的流失 那每年大概會流失0.5到1% 那女性呢 因為我們會面臨到更年期 更年期呢大概在50歲過後停經之後呢 骨質流失的速度呢 就會來到每年是1到3% 所以是快速的流失 所以很多停經後的婦女呢 就會伴隨著發生了這個骨質疏充症的問題 那特別要提醒其實男性也會骨質疏充症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只有女生停經才會 女生好像會比較嚴重 對不對 對 男生一樣 印象中 對 一樣男生也會有骨質流失的問題 對 那還有其實很多人也不知道說 隨著年齡的增長 肌肉也會流失 圖表上面的這個藍色的曲線 它指的就是肌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肌肉的支撐力它的高峰 大概這樣看對下來是幾歲啊 20到35歲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說 35歲以前你要存骨本 哇 那你看它高峰在這裡 也就是說在之前你就要趕快好好存了 對不對 對 35歲存 然後不要讓它那麼快就往下滑 對 那其實像過去大家都聽過三高對不對 高血糖 高血壓 高血脂 那現在其實大家要認識3D這個名詞 對 三個低下 它講的是 低骨蜜 然後低肌力 還有低關節修復力 對 那它講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今天沒有足夠的肌肉的時候 可以去支撐我們的骨骼 那同時又合併有骨質疏充症的問題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了 你沒有肌肉可以保護骨骼 那可能很容易就骨折了 那其實根據統計啊 就是如果你有3D的問題的話 其實是會嚴重 影響到未來失能的風險 對 失能喔 對 因為當比如說像年長者好了 最容易骨折的部位其實是骨骨 對 沒錯 因為他們可能不小心沒站穩 跌倒了往下坐 因為老年人最怕摔 對 然後跌倒之後 那它可能就開始臥床 一旦臥床 肌肉又開始流失 沒辦法運動 骨蜜也增加 就是它的流失也增加 對 然後就持續走向失能的這條路 那請教我們營養師 那有沒有什麼儀器 或者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怎麼樣檢測自己 有沒有缺鈣的危機呢 其實像可能很多人 在健康檢查的時候 有做過DESA的這個 照我們那個骨質密度的這個儀器 對 可是當然它是屬於一個比較精密的儀器 可能大家不是會常常做的一種檢查 那其實當你今天可能透過儀器檢查 骨質密度已經偏低的情況下 那個表示你已經長期缺鈣缺滿久了 對 那我們其實從一般你的症狀 臨床的表征來說可以看到 就是在缺鈣的初期會有睡眠的障礙 對 它可能會睡不著 沒辦法入睡 或是睡眠品質不好 比如說像半夜可能會常常驚醒 就有時候睡到一半就突然自己嚇醒 然後就很難再入睡 這種都有可能是缺鈣的一個表征 是 對 那再來缺鈣也會導致我們血壓會上升 對 這個跟血壓也是調控是有關的 然後還有像情緒 憂鬱 焦慮這樣的狀況 對 像我自己在那個營養諮詢的門診 其實我就真的遇過一個不到40歲的男性 那一般男性會覺得說好像 補鈣跟他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男性通常在飲食上中不會那麼的注重 對 那這個男性其實他因為公司去做健康檢查 發現他不到40歲 骨質密度是負二 負二算很嚴重 其實是很嚴重 以後來去了解他的飲食 之後才發現其實他長期吃夾工食品 他都是吃便利商店的這種微波食品 負二 然後我受傷的地方很多 我鼻子斷了三次 我的那個這邊韌帶也裂過了 我的腳踝不知道折了多少次 所有的腳趾頭都斷過 而且重複 然後我這個手也斷了 還有很多很多 所以其實每次受傷的時候 你在想說 我可以繼續玩這個只有勃及多久 後來是因為年輕 有本錢 還怎麼樣 你說你這鼻子也受傷過 頭兩次斷 沒歪 沒歪 他就長回來 就麻麻 然後第三次斷到這裡來了 所以當下有個國術的朋友把他推回去 好痛 但是癒合的還是歪的 還好還蠻帥的 我們看還蠻正的 沒有沒有沒有 後來去到那個整腥外科 他從斷給他排列 對 排列你覺得OK嗎 外型是OK 呼吸不行 現在會打呼了 裡面還要去那個比中隔外區去修正 然後就是 其實經過很多這種受傷 你就慢慢會了解說 肌肉 韌帶 骨頭 他們的關係 他想說如果我要繼續打下去 我要怎麼做什麼呢 就找到硬氣功 可以讓我的那個結弟組織 不會再費 他就會增 你增結弟組織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繼續玩自由搏擊更久了 從Donna跟我們分享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鼓密度 這個顧好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說有一些不可抗拒 是我們的年齡的增長之外 還有什麼是我們自己可能後天不注意去加重 它可能是流失的一些問題呢 其實不良的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 是影響骨質健康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邊有列出五大項 大家可以來自我評估看看 你平常的骨質健康到底好不好 自我檢測 首先第一項就是久坐久站沒運動 黃色氣斯 那種美式起司其實是沒有發酵的 你原來吃起司也要 抽名血 所以這邊有列出五大項 大家可以來自我評估看看 你平常的骨質健康 看你平常的骨質健康 看你到底好不好 首先第一项就是久坐久站没运动 久坐少站 其实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负重的运动可以给骨骼刺激 然后去促进骨质的生长 所以如果你平常都没什么在运动的话 可能都是久坐为主的话 这个对于骨骼的刺激力量就减少了 当然骨质合成的速度就会减慢 第二项是长期有高强度的运动 或是长期姿势不良 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提到 如果你骨蜜不够的情况下 在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其实是非常伤骨骼的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回去检视一下 自己的骨蜜到底够不够 再去从事高强度的运动 那出门一定要防晒吗 有吗 会 会防晒 那各一半 各一半 我怕天子不够 女生一定会防晒的 或是穿外套撑伞 夏天的时候会不会 如果我要晒超过一个小时 我会防晒 OK 一个小时内 一个小时内不会 其实女生 尤其是亚洲女生 特别喜欢防晒 那其实过度的防晒 它就没有办法让 这个紫外线的UVB 照射到皮肤 所以会缺维生素D 对 那维生素D跟我们的 骨质的密度 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要注意 那再来第四个是长期吃素 其实它指的是 就是不均衡的饮食 所以想问两位 就是平常有没有什么是 特别不吃的类别 比如说有些人是不吃淀粉 有些人不吃某些的菜 或肉 不喝牛奶等等 我有一年吃素 真的力量不如 不够 然后我的老婆 她陪我玩吃素 然后我老婆 那个月 她就觉得 我每天好累好累 然后到那个月的底 我就给她吃羊肉 立刻 能量百倍 我说那你 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吃素 可是这到时候 就是可能没有均衡 没有均衡 或蛋白质不够 对 水跟骨骼健康有关的营养素 不是只有钙质 其实还有像是 蛋白质也很重要 然后磷啊 酶啊 维生素D啊等等 所以如果是不均衡的饮食的话 其实都有可能长期会缺乏 某些营养素 而导致影响骨骼的健康 对 好 那第五个 就是把酒当水 没有 就是很常喝酒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 八九当水 有吗 有吗 好像有 总是要切一下 总是要让我平衡一下 对 因为我练功前都会喝一杯 然后练完喝一杯 至少有三杯 而且我解渴很奇怪 我解渴啊 我喝水 好像没有 没有结果的感觉 我喝一杯啤酒就 哇 太快了 对 就舒服了 好 酒精呢 其实它会抑制我们的尘骨细胞 就是它会去抑制骨骼的合成 对 所以其实 长期喝酒的话 是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我们这样贴了两个贴纸 至少几格吧 这个还要看一下你平常的钙质摄取够不够 对 因为其实过去针对营养调查的结果发现 台湾人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钙质都摄取不足 那卫福部建议一定要摄取一千毫克的钙 我们国人平均大概只有摄取一半 是 对 大概摄取五百多毫克而已 所以其实是严重摄取不足的 而且我记得好像有调查报告是说 小朋友 现在小学生的钙质是严重不足的 对不对 小学生现在很多都喝像什么调味乳啊 然后改喝饮料啊等等的 可能它的奶类摄取不足 讲到饮料 咖啡嘛 我那个很多报道是讲什么 吃咖啡会那个骨汁疏松 我咖啡也是一天至少两杯 有的时候三杯 又加上我喜欢喝这个酒 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其实咖啡还好 大家真的不用过度的担心 因为其实网路都谣传说 喝咖啡会造成钙质流失 对 没错 但其实根据研究啊 它有一个比例就是 一百毫克的咖啡因 大概只会造成钙质流失六毫克 那刚刚讲到一天需要摄取一千嘛 对 所以相比下来你喝一杯的咖啡 一百毫克咖啡因 流失只有六毫克 其实很微量啦 可以不用去担心 那我一天至少都喝两杯 就不用怕嘛 对 你喝到两杯的咖啡 你喝到两杯的咖啡 你喝到两杯 但是就是不要超过四杯 所以这样听起来 我们的钙的补充很重要 对不对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样补钙呢 钙质的富含的食物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列出五大项的类别 那首先乳制品 乳制品是含钙量最丰富的食物 那我们的 对 很喜欢喝吗 对 很好吃 威福部有建议啊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两杯的奶泪 不是不管大人小孩都一样 那其实不是只有喝牛奶 或是羊奶液体的 你也可以吃像是起司啊 然后油酪乳啊 披萨 或是 披萨 对 不过披萨上面的那个起司 比较是属于高脂肪的这个起司 而且选起司要注意 尽量避免是吃到黄色的那种美式起司 黄色起司 那种美式起司其实是没有发酵的 切搭起司呢 嗯 如果是起司类别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莫拉雷拉起司 对 莫拉雷拉起司 它的做法是有发酵的 义式的这种 原来吃起司也要 聪明选 可恶 我都喜欢黄色的 对 豆制品跟豆制品呢 就豆腐嘛 是不是黄豆这些 对 其实像台湾人喜欢喝豆浆嘛 对 那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 那我不喜欢喝牛奶 是不是可以喝豆浆来取代 其实是不行的 对 因为豆浆的含钙量 其实非常的低 趋近于零 对 所以豆浆没有办法补钙 我知道豆浆补的是蛋白质 对 它是优质蛋白质 但是它没有办法补到钙 那如果是说吃素的朋友 对 那黄豆制品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板豆腐 因为板豆腐在制作过程当中 会加入碳酸钙当作凝固剂 对 所以是因为有加凝固剂的关系 它的钙含量就会增加 原来是这样 要吃板豆腐吗 对 要吃板豆腐 会比起嫩豆腐还要多 直接吃凝固剂就对了 就好像乖乖的 那第三个海鲜类 海鲜类的原则呢 就是你可以连骨头或是壳都吃进去的 像是小鱼竿 小鱼竿 然后木拉蜜 甚至是那种什么 快炒餐厅不是有那个西虾吗 对 樱花虾 或是西虾 对 那一类的 对 这样子你连骨骼跟它的壳都吃进去 它的钙含量就会比较高 是 对 好 那蔬菜类的话呢 透过像是芥兰菜 地瓜叶 甚至是湿的这个海带 就是昆布那类的 就是新鲜的海带 这种我们会吃 花椰菜的含钙量没那么高 那图片上面是黑木耳 黑木耳其实也有一部分的钙 这可能是很多人会不晓得 然后另外其他类别的话呢 就是像是一些坚果当中的黑芝麻 对 黑芝麻是补钙的盛品 对 所以如果是说观众朋友 你不能喝牛奶的 当然我们不用勉强 你改喝豆浆没关系 你可以加一汤匙的黑芝麻粉 可以很棒耶 对 这样就可以增加钙质的社区 也是一种方式 炖汤呢 那个练功夫的 我们一直在炖汤 炖各种汤 药材啊 都是大骨类的啦 都是大骨汤啦 然后汤 通常吃起来就是 胶子非常多 这个胶子应该是吸收之后 就变成钙吧 就是胶子跟钙不一样 那其实很多民众也会 误以为说喝大骨汤 可以补骨头 补钙 可是其实有 以形补形 对 有研究检验说 它大骨汤里面的这个含钙量 也是趋近于零 非常非常微量 但是像班杰刚刚讲的 补胶质是OK的 因为当你骨头炖到 已经几乎快要化掉的那个状态 骨骼里面本来就有胶原蛋白 所以它的胶原蛋白是会融解出来 在糖里面的 所以大骨汤可以喝到一些 震大它 震大它就是这个所谓的 也是负重的一种 是 你就是双手这样子 通掌 应该讲通掌 这样子抬起来 抬完之后 垂肘 放手 很单吗 抬起来 垂肘 放手 其实当你饮食当中 钙真的摄取不到的情况下 适度地补充一些钙的保健食品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可是要看你的目的来选择补充品 因为如果你的目的是针对行动力的 它可能单补钙效果就不是那么地好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 如果说像保健品 它通通都包含 有吗 我们要怎么选呢 市面上有很多行动力相关的保健品 那大部分都是单衣的功能 比如说补钙就单补钙 然后关键就补关键这样 那你如果要 我们刚刚讲三方面全部都吃到的话 你就要吃三种 其实是有点麻烦 对 那我最近在市面上有找到一款 它是全效型的这个行动力保健品 黑酵母骨粉 那它里面是两大专利的双主力成分 然后加上多种的富方强效精华 然后它总共有26项的专利 所以成分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它是业界首创第一支 就是针对行动养护的全效型配方 其实它里面主要刚刚讲到 有两大专利成分 那这两大专利成分都有非常多的科学实证 那第一个它是来自于韩国的专利黑酵母Polycan 那Polycan它本身是有取得 这个韩国原厂的商标授权的 那这个Polycan它本身是可以去 针对我们的密度 然后支撑力跟关键三方面 全部都可以提升 那第二个专利成分呢 是来自于日本 在日本非常的流行 是他们家庭必备的 这个行动力保健的一个成分 叫做专利的水解蛋黄生态Bonepep 这个Bonepep呢 它有很多科学研究 它在这些研究呢 其实获得很多国际期刊的肯定 去佐证它的一个保健的效果 它不只针对行动力是有加分的 它还可以去延缓行动基底的流失 那除了这两个专利成分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副方的营养素 包括像是BCAA啊 然后腐锡氨酸牛黄酸钙质 还有维生素BCD等等的 这些营养素呢 其实它都可以去增加体力 然后去提升运动的续航力 所以有在运动的人 其实还蛮适合补充的 这会比它的大骨头好很多吧 当然CP值更高 因为它其实里面是浮量添加 而且不用炖两个小时 对 很简单直接吃下去 还要浪费瓦斯 对 那里面呢 它还特别添加跟关键灵活有关的两种成分 专利的玻尿酸跟专利的胶原蛋白 它本身是那个知名的一个大厂生产的 然后又有商标授权 所以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可以很放心使用的 去确保它的主量添加跟它的品质 那像这个黑酵母骨粉啊 它是做粉包的 对 你可以拿看看 就是它是粉包的剂型 那如果是对于一些年长者 或是不方便吞胶囊定计的这些族群 甚至是小孩 其实它都是很方便可以直接使用的 对 那它的口感 我有吃过其实还不错 什么样的味道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是要给小孩吃的话 小孩的接收度也是蛮高的 所以孩子也小孩子也可以吃 它正在成长阶段 其实钙质的密度也是要加强的 对 所以这一包 那我简单讲 是不是对我们的巩固力 甚至灵活力跟强健力都有帮助了 对 它是针对三种的行动力 你只要长期补充一段时间 因为毕竟它是保健食品 它不是药品 那其实对于这三种的行动力 就是都有照顾得到 感觉怎么样 就是好像比较干的公理事物 除了我们聪明选择这个保健品之外 运动很重要 我们要请节目最后请班杰 功夫班杰教我们 但是先说好不要太难的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膝盖的部分 我们要站起来吗 不用 你坐在这边就好了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坐 你看电视 你坐在沙发上 你坐在这边 那我们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拍打工 透过拍 我会震到它 正大它就是这个所谓的 也是负重的一种 是 你就是双手这样子 空掌 应该讲空掌 这样子抬起来 抬完之后 垂肘 放手 简单嘛 抬起来 垂肘 放手 大家跟着我们功夫班杰 做这个拍打工的同时呢 要特别跟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说你要远离古松或基小镇呢 维持这个行动力 真的是刻不容缓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 很多聪明的方法 大家拥有健康一定要靠自己 同时呢 每天要做几下的拍打工 对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外面也做外 有这个行动力呢 我们就 3 好 观众朋友别忘了 今天进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上我们 乐活so much 粉丝团留言 里面 还有继续生意用的YT频道 乐活so much 乐活so much 我们感谢收看 谢谢两位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好 再继续拍打 再一次前面 1 2 3 4 大家好 我是Dona营养师 强鼓力是全效型的行动保健品 拥有双主力成分 加上多种的强效副方精华 结合全球26项专利的殊荣 是业界首创针对行动养护的金字塔全效配方 成分包括来自于韩国 能全方面支援稳健 灵活行动力的专利 Holycan 黑酵母 以及日本专利的BonePap 水解蛋黄生态 强鼓力另外还含有了VCAA 福西胺酸 牛黄酸 钙质 以及维生素BCD等多种营养素 可以形成强效的金字塔复方组合 增加体力 提升运动的续航力 同时减缓流失 而配方里面还特别添加了 关键灵活需要的专利胶原蛋白 以及专利玻尿酸 我诚挚地推荐你资美的强鼓力 早日基层健康 让你的健康账户充满行动力